12月初伟人离去 12月初红叶来临 我们来看来自于香根国家公园 文庆时日报记者独家采访 在香根登山火车上的东京人 脸上的表情比在城市里的快乐太多了 香根国家公园里有一座森林里的温泉旅馆 名字很特别 借 坐在充满快幕味道的大厅里 你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的 就只有刚变成河红色的红叶 こちらの部屋が海箱根で特別室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抹茶碗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 抹茶を実際に立ててお召し上がりいただ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抹茶を立てるときは大体Mを書くような 茶的名字是アシガラ 甘甜的韻味很濃 这种香根的抹茶产量太少了 茶浓都留起来在家喝 东京根本买得到 酒 gaan 酒井 葉子根の街中ですと建物の前が他の旅館さんで 窓開けると他の旅館さんというの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向根的温泉属于那野化物泉 唐板山的红叶飘落在泉水上 满是自然的味道 羡慕吗 乡根人都用这么漂亮的木碗吃饭喝酒 木碗有自己的名字 继木细工 陆木清高是乡根继木细工的第四代 这种特殊的木工技术 已经有两千年历史 这种各种名字 二千年ぐらいの年月 埋もれた埋もれ木 我们看到细致的 像印出来的图案 都是用这些小木块拼成的 露木不用齿 他用手的触感 就可以知道木块的大小 是不是一样 粘好一小部分 隔一天 再把一个一个 这样的小部分凑起来 就是一个完美的图案 我们都取笑露木 照片比他本人帅很多 这个谦后的孩子 凭着爷爷留存下来的 寄木戏工得了很多奖 现在相跟的年轻人 都不想继承这种技术了 露木倒觉得更要去做 欣赏过积木戏工 回到神秘的古中旅馆 已经是晚餐的时间了 让人期待的主菜 名字很可爱 明智的牛肉锅 从明智时期开始 香根就是来往东京 和明古屋的中转站 旅人都习惯留下来 住一晚休息 吃这种有点像 スキヤキ的果果 谢谢科技不发达的美好 厚的像牛排一样的和牛肉 在微甜的江湖樱花味噌里 敦煮浓厚的味道 难以抗拒 香根深山里的晚上 显得更安静 旅人在感受寄木戏工的美 会像白天的红叶 泉水的温度 和这片地方的韻味深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